草屯镇第59号道路和平街 从中山街道成公路的平井路段 经草屯镇公所结合南投县政府 及立委马文君全力争取 或中央纳入生活圈市区道路建设计划 中央补助并从15%增加道进五成 但地方自筹款仍高达1亿3800余万元 透过会刊希望能够寻求解决办法 长期以来和平街随着我们的进步 那我们这边的交通非常的频繁 那目前我们规划的是12米宽 大概200多米长的一个路宽 经费也非常相当的大 由于要贯通到成公路 这是要经税的费用也很重 我相信我们公司的 从这条路上打得很好 管政府会专业的支持 相当于我们地方路也有开 地方就会发电 我也在这里特别拜托我们管长 特别要继续我们超顿电 县长徐淑华表示 县府虽然财政结局 仍会在经费上尽力来支援 协助真公所分摊地方制筹款 透过县府和真公所的合作 突破改善市区老旧街扩的瓶颈 期待早日让和平街 贯通拓宽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化为可能 让早年这片草屯火车头的荣景重现 会立即的在经费上来支援 我们草屯正公所 那毕竟经费的申请非常的不容易 那这个我们希望可以长期来改善 传统在老旧市区的 这些传统的市区道路的拓宽 还有排水系统 那希望我们在草屯正公所这个工程 如期完工之后呢 带给我们在传统市场这边 还有很多我们这个 特别是我们早期说的 我们旧街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老人的所在 能够再次的繁荣起来 县员李周中及简俊廷表示 59号道路未来若是顺利拓宽 不仅能够带动草屯市区的繁荣发展 更可彻底改善中正中山两里 积水一焰的现况 让生活机能可以更加完善 非常感谢传统市场 非常努力 我们堵楼的开拓是体现的进步 用说也是我们用路人的安全 很欢迎这条堵楼 咕咕也等到了 可以带来我们交通的旅便 怕路人的安全 带来我们清国超顿地民的欢迎 这项打通和平街瓶颈的机会 可说是得来不易 县长徐书华表示 县府会积极的协助 在经费上来资源草屯镇公所 加速办理后续的用地取得及工程发报作业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